店家門口紅色布條高高掛 仔細看著內容實在很另類 寫著老闆失戀去看海 要公修一個禮拜 還要大家放心 說他不會跳海 立刻引來民眾側目 失戀了 不要傷啊 刑目的失戀宣言 如果民眾忍不住多看幾眼 原本以為這又是行銷噱頭 但沒想到 這其實是真的 就是很感慨 講起來還是難掩失落 34歲的賴先生說 和交往三年的女友 一起走過母親離愛過世 開小吃店創業等種種考驗 原本以為兩人會結婚 但天不從人緣 當我在備著料的時候 然後才發現原來 他是跟別的男人在講戀話 我本來是一樓是營業 二樓是我們一起 一起住在一起的地方 二樓就把他重新裝潢 他的東西都搬走了 決定拋開過去回憶 賴先生霸氣讓員工 休一週有薪假 自己也前往南部散心 重新裝潢後再出發 對啊 感情能怪誰 怪自己好 沒關係 拿你的事業為主 感情就算了 真失戀掛布條 但也有人是為了好玩 台中另一間小吃店 業者狂休八天 卻貼上告示寫著 老闆要去割包皮 老闆 你去割包皮割的怎樣 沒有啦 店家澄清 只是出國玩 除了割包皮 還有扎槍麵店 以教招為由 貼公告喊羞 各種奇特休假理由 統統有 不管是真是假 都成功創造話題 接著網站單鏡 陳台中採訪報導 不愚 repair 老闆 你 在